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肉骨茶是一种流行的东南亚菜肴 起源于马来西亚 现在在整个地区都很受欢迎 这是一种丰盛可口的猪肉汤 通常搭配各种猪肉、蔬菜和米饭 肉骨茶这个名字在闽南语中的字面意思是肉骨茶 反映了这道菜的主要成分 这道菜的起源有些不清楚 但人们普遍认为 它是在19世纪初由中国移民带到马来西亚的 最初肉骨茶作为一种 由各种草药和猪骨制成的药汤出售 被认为对健康有益 肉骨茶的制作过程 包括在混合草药和香料制成的肉汤中炖排骨 五花肉或其他猪肉块 肉汤中使用的香草和香料各不相同 但最常见的成分包括大蒜、八角、肉桂、丁香和花椒 然后将汤与米饭、辣椒片和其他调味品一起上桌 这道菜通常呈在桃冠或碗中 有助于保持汤的热度和风味 猪肉通常煮至变软并从骨头上掉下来 而肉汤浓郁而芳香 添加各种香料和香草赋予肉骨茶独特的味道 这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猪肉汤的原因 肉骨茶如此受欢迎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是其独特的口味和提供的舒适感 这是一道丰盛而温暖的汤 非常适合寒冷或下雨天 汤底不会太辣 适合不爱吃辣的人 肉骨茶已成为东南亚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甚至中国部分地区 都发现了这道菜的变种 在马来西亚 它通常作为早餐供应 而在新加坡 它更常在午餐或晚餐时食用 这道菜的受欢迎程度也超越了该地区 肉骨茶现在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都很受欢迎 它已成为美食家的最爱 经常出现在美食博客、电视节目和食谱中 总之 肉骨茶是一道丰盛可口的东南亚菜肴 已成为该地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独特的口味和舒适的自然环境 使其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的最爱 无论您是在寻找一顿温暖丰盛的餐点 还是只是想尝试新鲜事物 肉骨茶都是不容错过的一道菜 我们下期再见